社团法人陈天府环岛慈善会 22号上午在理事长颜维勋的带领之下 捐赠了400个开学礼包给花莲市工作 希望可以让特径还有儿少家庭的学头 也能够背着新书包开心上学 一人一张李廓倩在进风生活园区排队领取物资 不管是书包还是餐盒 小朋友们上学会用到的东西 现场是应有尽有 这些是社团法人陈天府环岛慈善会带来的爱心 希望在开学之前把400份的开学礼包 送给花莲市低收还有中低收入户的国小学童 其实我们这一次就已经睽違了三年 我们三年前有发一次 一样是尊正爱心书包的活动 然后这一次想说三年过后了 小朋友们都已经长大了 然后就是趁这个机会 然后再来花莲 然后关怀一下我们的弱势学童 就是希望说他们在新学期的时候 能够像一些弱势家庭不用去担忧这些开销 然后让他们上学可以不用去烦恼这样子 市长温家贤感谢池上会的爱心发想 特别前往现场致政感谢状 那在此要谢谢他长期以来 为了偏远地区的一个弱势 都一直不予以利的来奔波 那全国各地都有看到他的主机 在此我要特别谢谢他 那他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故事 他也曾经讲到 人生里面有一些挫折之后 才能够有激励自己的一个精神 那我相信他的故事可以激励多 更多我们曾经有走错路的朋友们 让他能够走上正轨 做上公益 帮助更多人 15岁时曾经因为杀人入狱的颜维勋 从进出监狱的荒唐岁月 到发起全台 赠送爱心物资的环岛行善 帮助过无数家境贫困的家庭 浪子回头经不患的他 用行动写下最真实的人生故事 颜维勋表示 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的个性转变很多 家人无怨无悔的支持 儿女将他视为榜样 这些都是让他继续行善的斗男 接下来请华联市报道